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大电影迎来商业增长 春天热闲的大规模撤退 内容监管 税务部门的重拳出击等 让文娱产业加速洗牌 但与此同时 没有大牌明星 却靠精良浮化到演员表演 对历史的考究 反套路的人物情节设定的爱奇艺独播网剧《演喜功略》 成为今年首部爆款大剧 给了在前段时间受阴阳合同影响的影视界以新的希望 除了电视剧市场影响 主要瞄准青年电影原创内容的网络大电影市场 在18年的规范治理下 易迎来商业高速增长的春天 近日 灵魂百度黄泉结束6个月付费期 以4548万票房分账和1500万付费观影人次的成绩稳作冠军宝座 与此同时 仅仅7个月已经有14影片分账票房破千万 此数据在2017年全年为10部 2016年全年为6部 纵观行业发展史 2014年白举刚 于蒙龙等人主演的成人学院而已 63.4万的年度票房成为爱奇艺分账冠军 2015 2016年山炮进城和山炮进城二 分别以987.55万1829.40万跟账成为票房冠军 到了2017年一部斗战胜活 以2655.43万跟账为列榜首 2018年仅半年 网大票房分账千花板就值逼4500万单片消费效率大幅提升 年轻创作人展露头角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网共上线网大651部 截至6月30日 产生前台播放量为33.6亿 相比2017年上半年 数量减少44.2% 但从整体播放量来看 平均单部网大前台播放量 2018年上半年为516.1万 2017年上半年为343.9万 增幅为50.1% 没中减少 不赚差价的商业模式 让观众是否喜欢成为内容赚入赚钱的决定性因素 这在一句 宗愿见电影为主导的娱乐内容市场中显得尤为可贵 网络电影大部分投入低 主创团队年轻 请不起流量明星是主要原因 但也正因此 他们才更加注重类型和故事的创新 除了头部内容蔬菜 爱奇艺上线的网络电影 哀怨女子天团 睡沙发的人 初走人生电台 了不起的高二八班等多 是聚焦于平凡人物 传达人性中的真情冷暖和青年人的自我成长过程 这些作品没有任何大排演员和导演 均是出自新人之手 都通过网络平台 让行业看到年轻人创造的潜力 2017年 口碑网络电影 哀怨女子天团的上线 因其独特的丧葬题材和小青心的拍摄手法 让很多对网络电影抱有偏见和刻板印象的人改观 年轻导演刘博文 紧接着 有了第二部网络电影机会 初走人生电台 他同样选择了不太热门的电台主题 其实是更加成熟动人 去公开数据显示 爱奇艺截止的Q2的订阅会员规模达到6710万 腾讯视频一达到7400万 依托于视频平台快速增长的付费会员规模 网络电影不靠大明星 快速成长壮大 成为年轻电影人练手 可展示的主要舞台 在相关政策的规范 平台引导以及行业专业力量积累下 前途可期 更多精彩资讯 请来接融界网站www.grg.com.cn